我應該要知道歷史的真相 我應該要知道台灣救援是什麼 我應該要知道中華民國充滿的謊言 我認為到現在還沒有出現的 我真正認為的憲法時刻 獨立公投不是用來凝聚想獨立的意志 而是出現並形成的獨立意志之後 靠公投來做宣示 我們要給台灣的國家信 一個真正的legal title 你一口我一口憲法未來派 大家一起來 歡迎各位觀眾再次收看我們憲法未來派 我們今天繼續邀請到林佳和老師來到我們的節目 林佳和老師是國立政治大學 法學院的專業老師 他本身的專長是勞動法是憲法 我們要來好好談談台灣 所以我想請佳和老師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你的台灣意識是怎麼形成 我在高中以前並沒有太濃厚的所謂台灣意識 我雖然在家裡跟我的父母都用所謂的台灣話 溝通完全沒有問題 可是在例如在我的學校生活 至於參與的其他課外活動 並沒有台灣的影子 我個人在國中的時候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 我仍然沒有被啟蒙 可是到了高中時候我開始慢慢 慢慢因為我父親的影響 開始讀到了許多所謂的黨外雜誌 我算過我家裡大概有超過一千五百本 黨外雜誌 到了大學 我開始比較有獨自面對許多議題 處理不同社會面向 包括我到當時的萬華去聽吳樂天講鼓 講廖天丁 第一次發現我以前從來都不熟悉的台語那麼美 我在高中以前只會聽西洋歌曲 我自己收了幾百張原版英文唱片 沒有任何一張台語唱片 國語也沒有 到了大學我開始拿著台語歌本 從第一頁一首一首學下去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是 到了大學我開始覺得 我應該要知道歷史的真相 我應該要知道台灣救援是什麼 我應該要知道中華民國充滿的謊言 而在這個過程之中 因為我就讀法律系 自然而然就跟憲法連上了關係 除了台灣議事之外 您說您讀憲法 那我也讀憲法 那對我來講 很重要的一個憲政史課 可能跟解緣這件事有密切的關聯 那我不曉得在您的印象當中 會對你比較有意義的那個憲政時刻 會是什麼 我認為到現在還沒有出現 我真正認為的憲法時刻 黨國體制從弱轉到極弱 轉到即將消失 在蔣經國去世 在李登輝面臨血腥的鬥爭 是 作為一個憲法研究者 我總期待 李總統帶領台灣民主化之後 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時間點 美國時代雜誌Times說 李總統是Mr.Democracy 很可惜李總統不是Mr.Constitution 他不是憲法先生 他並沒有擺脫大中國體制 至少法律上 他繼續保有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的分別 他繼續保有國家統一目標 他繼續成立了國統會 所以他的憲政工程 讓台灣為民主化提供最好的基礎 但他並沒有變更台灣的國家性 他沒有讓台灣的國家性 有一個Illegal Title 我不認為在李總統的修憲工程中 誕生了一個我所期待 以台灣的國家性 作為主體的憲政時刻 那所以接續李總統職務的陳碎扁總統 您覺得在他的八年任內 有這樣的一個契機 然後可以來創造一個憲政時刻嗎 修憲的時候 基本上變更了修憲程序 因為廢除了國民大會 所以把修憲的提案權交給立法院 門檻已經非常高了 然後在六個月之內由全民覆決 台灣已經正式佈入了一個 我們學理上叫做 修憲幾乎比登天還難的階段 是 所以阿扁總統的執政八年 因為國會基本上基於劣勢 所以憲法修正案在立法院通過 幾乎是不可能 阿扁總統特別在他的第二任 前面提了非常多憲法的主張 大概都比較偏向於我們說的政治動員 還距離法律意涵當中的憲法動員 有一段距離 如果台灣人要創造一個憲法時刻 我不曉得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我從來都認為獨立公投不是用來凝聚想獨立的意志 對 而是出現並形成的獨立意志之後 靠公投來做宣示 對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們如果期待憲法時刻 我的想像是台灣的社會成員 台灣的命運共同體的成員 不管所謂的省籍 不管所謂的出生地 只要在一個作為命運跟利益共同體的成員 具備多數的意志 我們要給台灣的國家性 一個真正的legal title 在憲法秩序跟成文憲法上擺脫中國關聯 去除中國關聯 我認為那個時刻才到來 那個時刻必須靠著我們數次的 不斷的累積的政治意志形成過程 最簡單的就是四年一次的選舉 對 慢慢的累積 但別忘了 所有的民主進程都有可能被轉回過去 對 所有的歷史巨輪都可能會倒退 台灣仍然是一個較為淺跌型 相對比較不穩定的政治秩序 而在這種結構之下 憲法意志自然更不容易誕生 但我們總是跌跌撞撞的往前走 我認為2020年又往前踏了一步 也許還沒到來 但也許為時不遠 我一直相信 每一次的大選 每一次人民的投票 都是在重新定義我們的民主生活 是 重新再塑造我們這個國家的形態 如果憲政時刻出現 對 那如果人民有足夠強的意志 也能夠形成共識 我們要建構一部新的憲法 來創造一個正常的國家 那您覺得這個新憲法 大概有哪些的必要的內容 二次大戰後 我們歷經三代憲法革命 對 1950年代主要以西歐為主 那麼它是告別了法西斯 希望追求一個更自由 民主更穩固的體制 所以有非常多 例如保護民主 防衛性民主的概念 那1970年代呢 歐洲最後的法西斯 南歐的西班牙 葡萄牙跟希臘民主化 他們都告別了他們 法西斯的獨裁者 他們追求的是一個重建的過程 不只自由 他們希望更多的平等 1990年代東歐共產政權垮台 社會主義政權 證明進不起歷史的考驗 他們希望融合資本主義 跟社會主義的善 希望擺脫兩個體制帶來的惡 我認為台灣外來的新憲法 必須吸取三代憲法革命的教訓 在自由權追求極大化的同時 別忘了公共利益 別忘了不要讓自由帶來了 社會無法累受的不平等 但也要記取社會主義過度追求平等 而傷害自由的教訓 我們新的憲法要給社會更多的活力 而不要有更多 例如僵硬而不可動搖的某一些束縛 在政治秩序之上會更為艱難 中央政府體制到底該如何設計 我們在一個光譜上 總統制內閣製作是兩個光譜 中間的半總統制 世界上也將近60個國家都是半總統制 你到底要像法國式的議會總統制 還是要像東歐國家 例如俄羅斯的總統總理制 我想台灣人必須要面對我們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三萬五千平方公里 我們的特性 我們有期待強人政治的傳統 但我們對於內閣制的信心到哪裡 我們如何讓多黨能夠代表社會多元聲音 但又不留於例如像威馬共和一樣的小黨伶俐 台灣人必須根據我們自己的環境條件 來自於歷史經驗 找出一個最好的中央政府體制安排 新的憲法能不能夠讓台灣 在面對世界或面對其他國家的時候 也有一個新的不同的地位 或新的不同的身份 有沒有可能造成這樣的一個效果 是 憲法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法律規範性秩序 那麼國家的核心概念叫主權 主權有對內跟對外主權 我們剛剛談的比較像是對內主權的部分 對外主權的前提是必須要有一個主權完全 如同規範所假設那樣的國家 我認為台灣已經具有實質國家性 台灣缺了是一個合適的legal title 我們需要處理跟擺脫的是中國關聯性 我們必須告訴世界 台灣不論你採取什麼樣的國民 總是要凸顯台灣做一個獨立的國家性 核心的對內與對外主權 我認為這一步要先做好 這一步一旦做成世界各國對我來講 因為主權本來就屬於我們 各國不論在事實上一定要承認這個事實 在法律上那無非是承認問題 對我來講承認並不是國家要件 承認只是國際交往上一個所謂的正式入場卷 你沒有正式入場卷並不代表你完全喪失 跟其他國家交往的能力 1933年所謂蒙特維多 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 對不對 所謂與其他國家交往的能力 並不等於外交承認 我不是否認外交承認的重要性 我只是說外交承認 在我們剛剛談到的國家性與憲法建構上 它會是一個水到渠成 而不是一個前提要件 是 對 如何讓我們剛剛討論到 不管是憲政意識 不管是國家主權意識 不管對於一個自由民主憲政次序的一種期盼 跟落實能夠升職在台灣人民的心裡面 我想第一個面向當然是教育 我們必須把憲法乃至於它內涵的許多內容 當作一個價值 必須內化入人心 必須激勵所有人都必須起而捍衛它 不只是維護自己的利益 也包括保護別人 第二點當然政府機關則無旁貸 如果政府機關為了行事的方便 政府機關為了某一些考量 就任意的踐踏憲法 任意的扭曲 任意的強調什麼強力執法是好事 其他價值不必管 如果政府刻意的引導人民 或任意讓錯誤的鄉民正義的價值 例如壞人不必受到這個人權的保障 例如死刑是絕對必要的 如果政府在這樣 那我們對於憲法沒有太多的樂觀 我的任何的作為或不作為 我任何被要求該做或被任何誣命 禁止要做的都有憲法依據 只有這樣人民才有可能變為憲法的維護者 憲法是約束國家的作為 那政府必須要對憲法忠誠 必須要真誠地去落實憲法的規定 那人民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一方面他是護衛者 他一方面也是見證者 西方哲人有一句著名的話 真正的憲法是寫在人民的新版上 憲法未來派 非常謝謝佳二老師給我們帶來的分享 非常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